中国女排已经结束了巴黎奥运会的征程 返回国内 考虑到接下来暂时没有其他的比赛 朱婷和王梦杰他们将会得到难得的假期 回去好好陪伴一下家人 然后后续再安排自己国内和国外联赛的安排 当然随着中国女排的征程结束之后 其实接下来对于中国女排这个团队来说 还将面临着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那就是人员重组的问题 毕竟每一个奥运周期 都会面临着一批人员的进进出出 而结束了巴黎奥运会之后 包括朱婷在内的很多老队员 不管是伤病还是年龄都出了一些问题 接下来很有可能很难再跟随中国女排作战 对于球迷来说可能是一个难过的事情 但是对于教练组来说 却是一个必须面对的残酷事实 所以在本次奥运会结束后 很多球迷也很想知道 接下来中国女排进入新一轮的重组期 到底有哪一些球员有可能离开国家队 有哪些球员能够留下来 我们也不妨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首先第一个肯定是朱婷 在之前小组赛打败美国队的时候 朱婷接受媒体采访 就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 他说这一次因为种种原因 最终才能够回到国家队 他觉得非常的不容易 也表示这是自己最后一届奥运会 所以说朱婷这样的表态 其实相当于给外界的一个信号 那就是后续他极有可能会退出国家队 毕竟朱婷已经30岁了 加上受到伤病的影响 他很难再继续坚持下去 除此之外 在郎平时期的七仙女当中 目前还有三位球员也面临着离开的问题 一个是丁霞 一个是张长宁 还有龚翔宇 丁霞是目前这个球队年纪最大的球员 之前因为伤病的影响 也没有机会能够出战太多的国家队比赛 如今奥运会的任务已经完成 对于丁霞来说也到了工程身退的时候 张长宁在巴黎奥运会开始之前 就已经和他的老公吴冠希 有了备孕的计划 如今奥运会的任务已经结束 接下来张长宁估计会把更多的时间 放到家庭里 至于龚翔宇的话 他本身也是一身伤病 所以后续估计也很难坚持下去 所以综合这几点 目前中国女排七仙女阵容 估计面临着四进四出的问题 至于大家非常关心的袁欣月 虽然她的年龄也不小了 但考虑到她是中国女排的队长 在短时间之内 估计很难有人顶替她 只要她的伤病不是特别的严重 接下来大概率还是能够留在中国女排 等到李盈盈真正接过队长这个位置之后 她可能才会考虑离开 但不管怎么样 这些女排的主力都曾经为中国女排做出过贡献 我们也把最好的祝福送给她们 希望她们将来能健健康康享受生活